大家好,我是方士,看到这一套设备啊 之前8块钱买了一台这个UPS 做成逆变器使用,很多人就说这个 最多几分钟就没有电了 因为我之前那一个电池的话也是不怎么来用 然后我用汽车电瓶搭上去这个效果 这是负极,这是正极 然后直接接到这两个线上面 这个供电操作使用 有人说最多几分钟就关机了 我做了一个耐久性测试啊 就这个电瓶是一个12伏65安的一个电瓶 这是汽车上的一个电瓶 2013年份的一个电瓶 估计还有大概12伏估计可能只有20安左右了 应该是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它大概就是存电四五天之后 它就电量就亏电了 汽车上面是这样子啊 但是拿下来还能继续使用 然后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耐久性测试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边是连四电插座 这边连电出来是给这个一个计量表去测试的一个功耗 然后我拿了一台笔记本啊 这是之前花了五十块钱买了台华硕啊 这个华硕电脑大家都知道 之前买过的电池是个坏的啊 电池是个坏的 这个电池就没电了啊 就这没有电池了 看见没有这个没有电池 是空的 然后这个功耗呢 它是一个i3D代处理器 然后是一个740M的 740M的那个显卡 这个功耗是45W 然后咱们给它 这上面有的啊 有人说这个是开关电源 但是你功耗得上去啊 开关电源 你必须那个 什么灯泡子的车家里没有 用的什么 电风扇也没有 这个没办法弄啊 电风扇都是几瓦的功率 那是没有用的 这个是45W的啊 45W然后点按这个上面去 它一个待机的功耗 这个是1.25W 这个还没工作 现在只是把里面 连试电的一个状态 然后点开机 46W 大概就45W的样子吧 然后这就开机了啊 我昨天测试了 到了将近40分钟的时候呢 我不能再测试了 因为 这个测试这个意义不在 没有什么意义啊 42W 41W 啊 这边电脑已经开机了 已经开机了 然后我需要拿个万用表 放在边上 它飞那个电量 是在变化的这个电量啊 这个电量 这个电量那个电压显示 是显示这个电瓶的显示 它这个是13.57V 这个是实时给它充电的啊 充电的 然后我先要断电 现在这个维持在20多瓦 30瓦左右 然后开一个网页 它功耗会增加的啊 开个360吧 平时用谷歌浏览器比较多 嗯 我这里是没有电池的啊 电池是没有的啊 未检测到电池啊 是没有电池的啊 这是正常打开网页的 这40多瓦左右 这个有人说你去做饭呢 可能不现实 电瓶 它第一没那么多电 第二这个 功率还是小了些 然后我需要把那个 四电这个插头 啊 四电这个插头啊 把这个插头给拔掉 它便会启动啊 看拔掉 拔掉之后它有反馈 看一看 笔记本没有断电啊 正常使用的 只好看东西 看着电量 它慢慢的下降 看见没有 11.96 刚才是18.13.57 对不对 它慢慢的下降 这个相当是比较费电的 就数号特别大 对吧 有些不能看啊 就是只能说什么看网页之类的 可以 视频的话有些有版权 不能看放的 看这电量在变化 我记得有个网友提问啊 他有个一样的 一下就没电了 那就是这个电瓶啊 那个电瓶换个大电瓶就解决了 我看现在电压多少 217V 对吧 218V的样子 可以维持2020V 没问题啊 轻轻松松啊 对吧 11.67 这个在一直变化 他这个有一个保护啊 但电压低于10V以下的时候 他就不能工作了 就是说他就好像是检测你这个 这个电量不够 他自身会断电了 唯一罚人的就是这个 他一直在报警 你这个封面器一直在报警啊 200多瓦 200多瓦还可以啊 对吧 这个干什么还是可以没问题的啊 这电了好久没用了 怎么这么卡顿呢 啊 11.63 就这个声音太烦人 这里发出有一些声音啊 但是 这个散热板温度不高 我 可是这个位距离的话 是感觉有一点点温度 但是不高 真的不怎么烫 可能功耗有关系了 但是说这个 我买过来的本意就是为了研究成这样的 放到车上去用 比如户外啊 对吧 你去钓鱼啊 对吧 有这个东西对吧 还是相当不错的 一点都不卡通啊 对吧 这个没问题的 我看新华网 我看新华网 不点新华网 新华网点不得 这有政治人物不能看 汽车自家吧 对吧 没问题啊 正常方正常正常操作 有人说会马上关机 死机 断电没有电 温度高 没问题 我昨天做了测试啊 就就就四十 将近四十来分钟的时候 我没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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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用啊 就放到待机 就这样一个状态 他他一直这么滴滴滴很烦人 十一点六七六八 对吧 这什么问题呢 小逆变器的原理很简单 啊 电池十一点六七 输出的是二百一十七伏 直观可见的 完全可以实现啊 有兴趣可以自己可以改一下 就是买个这种逆变这种UPS 换个大电瓶 把这 其实这个 我把这个 通下电啊 通下试电 这声音太烦人了 好通电了 其实把这个主板这一块 把它取下来 就这么小主板啊 很薄很薄的 把它取下来 放在这个上面加壳子 放在电池上面就可以了 那个接电不是这么原理吗 原理是差不多的 只是在功耗会大一点 什么貌似管会多一些啊 其他是差不多的 我感觉是啊 但是一个接电的话 是准卖电瓶吗 一个电瓶那一套不是2000多块钱吗 叫什么牌子来的 什么 小电小二电什么牌子 是叫电小二吗 那一套一两千块钱 那个东西 那比电池大吗 里面是18650电池 这个是青春电池 这是接通4电之后的一个功率 看到没有 瓦数啊 这个电量227 刚才咱们断电是218 也是相差10伏左右 对吧 现在真的回电了 再充电了 看见没有12点 47伏 对吧 我把电源拔一下啊 回下降 对吧这边瓦也没问题 很ok的啊 你要我待会这么测试的话 十几二十分钟的话 有的时候我剪辑的 没必要啊 好了 这个视频就这样告诉大家 这个 你想长时间工作 用这个当成逆变器去使用的话 就是 它的 一个操作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你的电瓶又足够大 容量足够大才可以啊 这是一个小小的测试啊 还有这种电瓶 如果电量低于10伏的话 充满电要将近十几个小时充满 15个小时 所以不用大家就做出那种耐有性测试啊 除非你在户外或者是什么 那些野外的这些搞什么直播的人啊 或者是搞一些野外什么徒步的人啊 还是可以延续一下这一套方案的 就是以最低的成本 做一套这种 对吧 逆变器的电源的一个操作